Hello,大家好,我是Aster 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 观觉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题呢 就是灵感 那说到灵感,它就是一个很迅速间,很随性的 那就崩出了一个有创作性的讯息 灵感的灵呢,也就是我们指的 就是指我们,它是一个没有局限的 它是一个很随性的 那当我们的脑袋处在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灵感,它就会无意间跳跃出来 这就是灵 感,就是一个感应 讲到灵感 那以心理学来看的话 灵感,它是属于一个潜意识 那所谓的潜意识呢 也就是很难觉察,很难意识到的一个意识 这个灵感,它就是我们以身聚来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灵感 这个灵感,它是不经任何丝毫的一个雕琢的本能 这个灵感,它就是我们 当我们处在一个alpha的一个脑波状态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们就能够接收到我们外母界的这个讯息 它这个讯息,它是没有经过任何我们头脑的逻辑 分析,推理,判断 所以,这就是灵感 灵感,如果我们以灵性学来看的话 这个灵感,它是一个超感知的感觉 讲到这个超感知 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感光 那超出了我们一般感知的范围 而接收到的讯息 也就是指着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感应和体验 在古希腊,施散家,苏格拉底 他就有说到 这个灵感,它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意志 我们中国人有说万物有灵 这个万物有灵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它做沟通呢 讲到这个 那我们可以通过,通过梦境 通过静心,冥想 在我上几个世纪的时候呢 视频,那就有提到松果体 松果体呢,它本身 它就有一个DMT 灵性分子 这个灵性分子呢 是在我们人入眠了过后 在我们睡觉了过后 前面的第一,第二个小时 在前面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的眼球动很迅速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的脑袋是处于一个很放松 一个无自我意识 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那这个DMT的分门就会让我们对于我们梦境所看到的影像 所看到的画面 就会更加的清晰和视觉化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就讲到通过静心冥想 在静心冥想 我们就借着我们去觉察 呼吸 一吸 一呼 然后慢慢的进入了潜意识 进入了一个无意识的一个状态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内在的这股力量 当我们人处在我们人 我们的杂念 是完全没有一个杂念的时候 空白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慢慢的从静 定 慢慢唤醒我们内在的智慧 这个内在的智慧呢 也就是指的是我们对神 对于宇宙的一个意识和讯息 这个就是我们指的 就是一个更高位的 更高视野的一个智慧 那在这样的一个智慧 当我们人处在一个真上美 处在一个和激进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进入了一个很平静 那在这样的一个当中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神的一个衔接 从当中所拿到的这个讯息 这也是灵感 就好像尼古啦 特施啦 也是通过静心冥想 而进入到了 进入到了一个更高位的 把这个讯息都带下来 所以它有远远不绝的一个发明和创作 落实显化在生活当中 那我们讲到灵感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 它是无所不在的 这个灵感 无论你在工作上 在生活当中 只要你把它变得简单 那这个 其实它就会像一个很无意间 一下子就崩了出来 的一个讯息 这个灵感 那如果是在灵性方面来说的话 它其实 它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呼唤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alling 这个calling 这个呼唤 那基本上 其实它是有一些迹象的 那跟大家分享三个迹象 第一个迹象呢 你会发现 在凌晨三到四点 这个时段的时候 会 富兰间 无意间 被唤醒了 那这个唤醒呢 那你去进行 冥想的时候 去显示更多的 更多的讯息 这个是一个时段 一个灵性的一个时段 就是三点到四点 凌晨的时间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有没有发现 当你在跟朋友在碰穿的时候 碰穿一个案件的时候 要老鸡蛋 去想出一些方法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富兰间从你口中 会讲出了很多的点子 而且这些点子 是对这个案件 是非常有建设性 有用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讲完了过后 你再看回去的话 其实你忘了 你讲过什么 但是你所讲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 对这个案件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灵感 那还有第三种的一个状况 第三种的一个状况呢 也是一样的 你在跟朋友在交谈的时候 那他把很多的这个问题都抛了出来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你有一把内在的声音 来告诉你 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把内在的声音 也就是我们说的灵感 其实这些灵感 也是源自于 神的一种呼唤 calling 那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灵感 灵感真的是无所不在 灵感是要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脓 打开我们的心胸 因为灵感 它是一个不经过我们脑袋去设计的 是不经过去分析的 去推理 去判断 没有所有逻辑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灵感 它是让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胸 当我们的心胸打开的时候 处在一个开放式的时候 这个外界 这个外在的一个讯息 下来的时候 你就能够收到 这个讯息 收到这个灵感 所以跟大家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